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六 我们继续分析热门的美股 感谢您为视频点赞 也欢迎您成为会员 为本频道赞助 风头大佬安德森说 没有马斯克的坚持 特斯拉和SpaceX早破产多少次了 风险投资巨头安德森的联合创始人 亿万富翁马克·安德森 认为马斯克拒绝放弃的性格 是特斯拉和SpaceX最终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在许多初创公司创始人 被教导快速失败并继续前进的时代 马斯克的做法正好相反 这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安德森在本周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他本应该失去特斯拉和SpaceX 这两家公司都应该破产好几次 换成其他创始人 我想他们可能都已经破产了 安德森展示了一段汇编视频 其中记录了SpaceX首次发射成功前 失败的每一枚火箭 他说这是一枚又一枚火箭爆炸 他说谁会想投资一家火箭不断爆炸的公司呢 在某些时候 他们几乎失去了这家公司 2008年8月 连线杂志问马斯克 在火箭接连失败的情况下 他是如何保持乐观的 他回答说 乐观 悲观 去他的 我们就是要让他发声 上帝作证 我一定要让他成功 一个月后 SpaceX成为第一家将液体燃料火箭送入轨道的私营公司 马斯克后来承认 随着公司在财务上耗尽精力 失败绝对意味着玩完 相反 三个月后 SpaceX赢得了NASA一份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合同 为国际空间站提供服务 至于特斯拉 传奇投资者 Jeremy格兰瑟姆 最近在一次播客访谈中表示 直到2019年 他还认为特斯拉在两年内是否会存在 看起来还很不确定 他们遇到了现金短缺 格兰厄姆承认当时没有投资特斯拉是错误的 从那时到现在 特斯拉的市值增长了10倍 快速失败和盲目顽固 安德森指出 许多创业公司的创始人都采取了快速失败的心态 这种心态的本质 如果一个商业想法在某个时间点之后不起作用 那么是时候继续前进 尝试其他东西了 而不是在这个想法上浪费多年的生命 这是有道理的 安德森在谈到这种哲学时说 你想花多少时间在那些行不通的事情上 在此过程中 很多公司都在调整自己的战略 但是他补充说 我看到更大的成功来自相反的方法 基本上是几乎是 但不是完全盲目的固执 安德森说 虽然马斯克在两家公司都组建了很棒的团队 但部分原因是他不会放弃 顺便说一下不放弃是会传染的 当你的公司有这样一个态度的领导者时 这是一件大事 当然并不是每个创业公司都有改变世界的愿景 有些商业想法根本不会成功 硅谷天使投资人埃拉德吉尔 最近就警告说 不要在这种情况下浪费多年的生命 安德森承认这种风险 并建议创业者考虑是否继续尝试 他说 我会使用的基本框架是 创业公司有五年的机会证明自己能够成功 他指出 当然也有例外 但五年之后 如果没有明显的进步和成功迹象 你就很难保持团队的稳定 在某种程度上 人们会失去信心 这可能导致关键人才跳槽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 他说 另一方面 有些创始人一生都在做快速失败的策略 问题是 这是一个风险最小化的框架 基本上会阻止成功 他说 从极限来看 这意味着 你永远不会坚持一件事足够久 直到它成功 有人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本有机会成就伪业 但他们太快放弃了 好 我们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某投资人 知名投资人对马斯克 他的精神 他的意志的一个评价 但事实上 这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味 那么实际上达到阶段性的成功 或者是有一定的业绩 那都是各个角度 都在垂涎他 都在帮着他 他才能做到 否则 光靠毅力 那只仅是自己的单一的因素 做到这么大的份上 那不光是他一个人 这个努力就够的 对吧 那么大部分人 他没有那么多外在的资源 包括团队力量都不够强的话 这个反倒 这个快速的试错 是更好的策略 就像我们的资本市场一样 那个比如说 我们追求盈亏比 是吧 就是找到一种架构 去用小的止损 去获取大的收益 这是一种 比较适合大部分人的策略 那么对于信仰长持 这种思路 可能就仅仅有那么一丢 一小村人才能做得到 你看巴菲特 他就是信仰长持的人 但他也不完全是 他也会在重要的历史节点 对某些国家 某些行业 或者是某一个具体的事物 产生了一些 阶段性的变化 他才会调整仓位 对吧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做成马斯科那样 但是 想要做成马斯科那样 也并不是靠毅力就能实现它 好 我们看看 这个信仰长持 对大部分人的摧残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 你如果信仰长持的话 将会非常的痛苦 我们看看他的周线图 他最适合做短线是错 对吧 短线波段 那么本周的周线K线是什么 K线 是一根带有上影线的阴线 那如果我们把局部的多头 局部的点位画一下 你看 这是一个触点 第二来 弹 说明这有支撑 第二来 弹 落 趋势线呢 又对他所支撑 弹 那么再往上弹 哎 发现又咋下来 表明啊 中间这根短短的横线啊 构成较大的阻力 同时呢 下跌小趋势线也构成一定的阻力 对吧 我们看到周线级别的MACD 已经形成死差啊 因此呢 我们也要进一步提防木头姐这个图继续下行的可能性 是不是 有人说啊 你看之前涨了这两波啊 那么下跌也有可能跌两波啊 哎 如果你看到更宏大的视野 你就感受到了市场的另外一种悲观的情形 是吧 所以我们说啊 不要信仰长池 这个不要信仰长池指的是啊 在任何时候啊 对这种图非常的难以信仰长池啊 那么对于ARKK来说 为什么和巴菲特的不一样呢 因为ARKK他的持仓的股和巴菲特持仓的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他们所处的时代啊 起点是不一样的 起点很重要 那么同时呢 木头姐对于啊 未来新事物的这个预期呢 可能不会像巴菲特那样经历了几次革命啊 工业革命好 科技革命好 而木头姐经历的科技革命是啥呀 好像啊 这个科技革命的这个 这个效用啊 不像过去那近百年以来 更明显是吧 所以啊 这些图呢 想要信仰长池也没那么容易 另外呢 刚才风险投资家说过了 大部分公司都是快速失败的策略 啥意思呀 都短期炒作的 所以你还能信仰长池吗 对吧 只有极个别少数龙头公司能够适当的信仰长池一段时间啊 看到这个本质了吧 因为投资人啊 或者说创业团队 他的策略就导致你信仰长池是不行的啊 好 当然如果你能够投出来像苹果账的公司 在未来十年二十年 引领啊 新的革命啊 那那就算你赚到了 但很难 好 我们看一下ARKK 那么接下来他会止跌吗 我们说这一轮下跌是什么情况 下跌 弹 下跌 弹 哎 这当前正处的第四浪或第五浪正在进行中 对吧 所以我们说第四五浪啊 在任何时候 四浪和五浪都是非常难以把握的 他究竟是止跌呢 还是继续跌出深度五浪呢 对吧 那这个我们当然关注了啊 当然我们更关注什么时候给出下跌圈呢 右测点位 他给了吗 没有 我们看一下日线 对吧 没有给出吧 那么会给吗 也有可能给 他要给的话 必须得持续的强劲的阳线啊 弄上去 再回落再止跌一下 是吧 否则呢 现在符合空头小波段的震荡下行的态势 我们看 下跌 哎 低点一出现了吧 再跌啊 那么周四这天给出低点二 应该做双重顶架构啊 双重顶对吧 继续往下做一波 也就是说深度五浪的概率会略高一点 说万一再止跌呢 也有可能啊 我们只是说概率嘛 当然啊 概率就是我们倾向的那个方向啊 下行 好 右侧点位没有给出啊 所以啊 这个不进场 所以啊 基本面根本的策略在于投资人和创始人和创作啊 创创业团队他们的啊 整体的发展战略啊 是处于试错型的还是处于固执型的 固执型的 固执型的未必能成功啊 不就一个马斯克吗 对不对 不就那几个公司吗 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哈 快速是错 反倒是我们普通人应该坚持的策略 这种图都不能信仰长持 这是基本面的底层逻辑啊 我认为啊 嗯 好 我们看一下亚马逊 啊 亚马逊 它的周线图最近啊 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呢 按照最陡峭的趋势线的画法呢 实际上早就破位了哈 只不过呢 按照这个两个点连接的这个长线趋势线呢 啊 目前啊 这是有所小支撑 但是呢 其实周线级别MSD也是一个死差 也就是说呢 在这里也要进一步震荡起盘 是吧 本周的周线K线实际上也是带有一定的上影线 表明上方的这个阶段性的停顿 构成一定的阻力 对吧 那么理论上呢 有一部分交易者认为这是双重顶 这是跌破景线 反弹测试景线 空头再次入场进场 才出现本周的上影线 是吧 那么东方双方有分歧吗 有 我们在日线上看啊 说为什么有分歧 我们在上周复盘的时候 画出了这样的一个收敛的三点形形态 那么收敛三点形形态 构成一种潜在的双重顶架构的 这个回踩景线的一个技术位 对吧 是吧 同时呢 也有可能是反转形态 因为它是龙头骨 所以我们对龙头骨 这种形态架构板 都是持中性态度 那么它究竟选择向上还是向下 在本周呢 它是选择向上突破 但是啊 周五这根K线 包括周四K线给人的感受呢 都不是太好 因此对于这个图呢 下周一或者周二 务必在这里强势的止跌才行 必须得强势啊 而且连续至少两根 我觉得才恢复到多头波段的概率会更高 那如果跌破这个地点呢 那这个位置就形成了潜在的顶部架构的反弹测试景线位置 然后继续暴跌 对吧 那么一旦暴跌的话 那就龙头骨就暴跌了 那那还有什么办法呀 好 一定要注意下周这个位置 说这个是信仰常识类的吗 龙头骨也不能完全信仰常识 除非你的起点在几十年前啊 在十年前十五年前会好一点 一直拿着呢 否则你就尽量近两年才开始投美股 你觉得效果好吧 不好吧 对吧 所以说你得早 你得早 所以木头鞋也对啊 他也是提前去发掘未来可能的潜力股啊 但很很很难 这个可能跟美国的国运有关系啊 他到不到那个份上 或者说跟人类科技进步的进度有关 进程有关啊 他没那么快 后边越来越小了 不明显了 所以 他跟巴菲特所处的时代完全不一样啊 对不 所以时代背景 也就是说 时非常的关键啊 那你出生的比别晚了几十年 那没办法 好 我们看一下通用汽车周线 哦 下跌了 本周的周线 创了此轮波段的低点 看周线 数字放到这里了 对吧 也就是说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木头节 这个图啊 看一眼 在这振来振去之后 再漏下来的概略有啊 有了吧 我们看一下GM是不是也有这种迹象 有吧 漏下来了吧 那么这个漏下来这种情况 我们在前两周 通过啊 看一些图提前漏下去了 我们说要提防罗素 提防一些横盘震荡之后 最后漏下去的可能性 那不就是一个大C浪吗 大家看 A B C啊 C一下给你 是吧 这就是这就是未来的可能性啊 这是周线图 我们看一下日线 嗯 日线啊 三根阴险啊 那么想回归多头 那多头得努力了 使劲往里砸钱 你觉得多头愿意去进入一个啊 衰退的行业吗 传统汽车摔跃了 再加上罢工 是吧 成本攀高 没准倒闭几家工厂的 说不准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啊 通过这种模式啊 这个去掉传统啊 燃油车啊的产能 是吧 叫去产能化 倒闭啊 顺势就倒闭一下 那对不对 有这种可能性啊 所以下跌的概率还是有的啊 好 这是通用汽车 你看这就是时代 如果说通用汽车啊 这个图不知道这个他什么时候开始上市的啊 那如果是82年前开始上市 那你买的肯定赚翻了啊 但现在这这几年这个不行吧 这图你只能做局部波段啊 所以啊 这些反映了什么 科技 ARKK未来的潜在科技 克力股 不大型 是吧 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啊 反倒通用汽车跟这个特斯拉比 特斯拉要取着代指是吧 传统的老工业企业就就不行了 就是这样啊 啊 那我们看一下航空股 航空股的周线图 怎么样了 跌破了吧 或者说啊 不愿意只跌吧 你看这周线图这是 直过过的往下跌 说有人说怎么会这样 市场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 特别是个股方面啊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让大家做波段交易 说他有没有可能漏得更深 现在是11块7毛钱吧 下边最低是8块2 那为什么不能 也能往下漏 往下跌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他基于深跌的可能性 那本周的周线什么意思 非常强势的大阴线 是吧 周线GBA MSD也是一个死差开口 啊 所以呢 想要做多头波段的 务必要等待右侧点位 也只能做一些反弹多头 是吧 日线图文看了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图 说特斯拉 本周周线什么意思呀 本周周线什么意思 本周周线是停顿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两个高点连接的下跌趋势线啊 对当前的位置构成阻力 叠加 我们整体美股市场 相相对悲观的外在环境啊 第一个呢 是通胀的顽固 第二呢 是对加息预期 不能啊 说不加了 但加不加呢 也要看情况 第三呢 又叠加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冲突 甚至会推高通胀是吧 那本来通胀就不好弄的 美联储的功效呢 或者说啊 这个功能被削弱了 属于是吧 那现在呢 又把这个美元给提上去啊 石油美元嘛 靠冲突 那这样的话 那到底怎么办 所以市场是非常复杂的 现在到底怎么去破局呢 那么或许啊 当前的这个新的一场冲突 会解决一些问题哈 但是啊 究竟啊 让哪一方啊 这个受损呢 我想啊 哪一方都不愿意受损 才会有冲突啊 那对于特斯拉所处的环境 对于所有美股所处的环境来说啊 这就不是一个理想的环境 除了军工股以外啊 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怎么办 那么近期我们看到 华尔街对这个特斯拉的盈利预期 也是下调了 对吧 通胀嘛 智障嘛 对吧 为什么要罢工啊 工资觉得不够高嘛 这个通胀比较严重嘛 是吧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消费哈 或者说消费力比原来降低了 那这样的话 发达国家消费力啊 因为通胀而降低 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 也没什么 因为通货 也是因为通货 这个通胀哈 或者是这个 这个钱啊 比较比较比较不着花了啊 其实也是啊 就钱毛了啊 大家都不愿意去买车了啊 所以导致消费力下降 对吧 那这样的话 这些消费企业都不行啊 对吧 它也属于啊 这个卖车的嘛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在技术面上呢 大家或许还抱有 对新年轮汽车的一线希望啊 所以呢 本周没有给出答案 本周还基本上还在这根趋势线上啊 这根趋势线 对吧 说这也能不能止跌呢 如果特斯拉都要跌的话 那你说还有希望吗 美国 所以下周这个位置 事项下破位 还是再重新回到夺头 非常的关键 所以为什么啊 为什么当前啊 美国当前啊 这民主党愿意啊 愿意也支持这个 这个啊 这个减少平民啊 这个伤亡啊 这个对吧 支持一些和平的一些方案的 他就怕呀 很多事啊 有一些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啊 控制不住了 到时候 所以啊 这个股票啊 市场呢 避险情绪比较高 那么接下来下一周啊 究竟是暴低还是暴涨 将决定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走势啊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其实啊 我话严谨一点是这么话 还没有完全漏下来 但是呢 也可以适当检查啊 如果你怕的话 那么想要新的重新建厂呢 需要啊 强势的阳线啊 突破这根收敛的三点形形态 然后 然后在这止跌一下是吧 我们直接就用那根线试一下 那如果它暴跌了呢 一切皆有可能啊 这个时局是一天一变啊 一天一变 这周末啊 这不还一到一到两天的吗 还要再演变啊 究竟会怎么样 咱们也不知道啊 不能提前预知基本面的变化 但是啊 这就是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会导致资金避潜 穷蓄浓 那么对股票减值 肯定是 这个比较合理的策略哈 那么如果它止跌呢 那就说明少数资金呢 都集中在少数几只龙头股上来 所以呢 龙头股还有一点点希望 对吧 那么其他股干脆就漏下去了 看到吧 刚才那个图 福特汽车也好 通用汽车也好 是不是漏下去了 我们要提防木头姐 这个要漏下去哈 你不要觉得五浪就一定会止跌啊 你看之前这些有五浪吗 没法数浪啊 直接跌下去 趋势比浪还要重要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英伟达 说英伟达会不会止跌呢 我们看一下周线 英伟达的周线很显然 本周呢 是一个对高位阻力区的一个测试 也反映了一部分技术交易者 对当前是否为顶部的一种思考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日线 你会看得更清楚 他这里是不是潜在的头肩大顶呢 头肩 左肩 右肩 那么实际上呢 呃 本周在周五周四下午盘的时候 啊 这一天半的时间啊 多头啊 已经在观察空头的意图 啊 那么周五这天空头的意图还是有一些 因此呢 我们需要关注 继续关注下周一空头的一个意图 如果还是非常强势的话 多头要适当的减持啊 啊 他如果中性一点的话 会走震荡啊 对吧啊 悲观一点就真的是头肩大顶了 所以呢 我们极限的离场点位就是在最下方这个颈线位置啊 如果真的是头肩大顶的话 颈线位置是最后的离场点位 400一带啊 那么当前是450亿的啊 减持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如果他涨的呢 涨的话就说明少数资金集中在这两只龙腿股上啊 那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那么其他股确实都在跌 我们看一下波音 波音是不是也在跌 周线多少 是的啊 一直在落 这个又变成阻力去了啊 本周的周线黑线表明反弹 测试 然后空头再次顺势往下砸 周线击比MCD是一个死差 所以有没有可能再跌回来 一切皆有可能 日线图不能看 我们看一下T3Q的周线的感受 那么T3Q的周线 如果我们按照原来最陡峭的趋势线的话法 是这个来着 对吧 它实际上已经构成一种潜在的震荡下行的架构了 对吧 什么叫空头行情 低点更低 高点也更低 这就是震荡下行 但是啊 由于我们说ABC之后 四五浪非常复杂 它究竟是选择止跌还是暴跌 我们也给出两种情形 但是本周周线的K线的长长的上影线 给人不安的感觉 那因此市场对于乐观预期将会降低 对悲观预期将会提高 对吧 那么下周啊 要看一看是不是继续跌出一个深度的五浪 甚至是再次跌出一个大的C浪来 是吧 那么日线图呢 日线图也是啊 接下来下周非常关键啊 五浪能不能在四浪之前啊 在三浪低点这指低 是非常的关键的 也决定了接下来资本上的一个走势 好 我们看一下木头姐这个pass 它这个图也不行啊 大家周线图就算了啊 不要去做了 是吧 反弹无力啊 恢复到震荡 无序震荡 甚至漏下来都有可能啊 好 这期呢 我们先说这么多啊 啊 这期呢 我们说了啊 为什么做资本啊 为什么做波段交易的底层逻辑啊 就是因为大部分资本和和创业团队 他们的思路啊 是这样的 短期的 而长期的呢 要看时代的发展 要看革命啊 要看工业革命 科技革命的发展进程 那如果都像木头姐那样 呃 不合时宜的去投资一些啊 增量比较小的行业 那可能也就会折挤在 骨海里啊 资本商里 而巴维特纯纯就是 顺用了天时啊 地利 对吧 好 我们这样的话 这期先说这么多啊 下期我们继续分析这些热门股票啊 再见